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都好期待喔 我会不会明天来拼一下 对不对 所以我等一下会跟大家来讲 我们明天会怎么看 所以我今天会先跟大家讲一件事情 我们今天工具的指标出现了非常重要的转折变化 我相信大家应该猜得出来 什么转折变化 翻空啦 对 翻空囉 我要跟大家讲 你要小心 为什么 因为你看从过去几天 从将近这个 可以说连续涨了八天 如果没算错 连续涨了八到九个交易日 到了今天终于出现上涨 然后压回的一个动作 所以如何来判断 我们等下都会跟大家讲 如果你想知道 其实我们昨天有一个活动 跟大家说我们有开村的好礼啦 那其实蛮多的朋友都蛮支持我们 那其实我们这个数量已经剩一半了 我跟大家来讲一下 什么样的开村好礼 其实我们还是跟大家来聊一下 来 我们请摄影师看一下电视的一个画面 好 我们在今年的一个新村有一个活动 2015年的新村开运 我们现场有开村的见面礼跟大家大放送 那昨天易华问说 是不是红内裤嘛 那我跟大家讲 其实是蛮好的东西 让薇老师卖个关子 我跟大家讲 开村见面礼 昨天很多的投票真的蛮踊跃 那我们的数量大概剩一半了 真的 我们准备很多 因为真的 其实蛮多投票都很踊跃很开心 所以我们的量剩一半而已 那心理动作要快一点 如果你还有兴趣的 这个开村好礼我相信 不会让你失望了 真的很实用 而且对你真的 你看了有发展的感觉 这才是真的 这个才是真的 你真的想知道 投票 你有幸福的 你麻烦你 打一通电话进来 你问一下 你就会知道说 这个开村好礼 怎么拿到 然后是什么 好不好 所以呢 来 我们再回到电视的画面 所以 这个是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活动 我们现场有开村的见面礼 跟大家大方送 还有第二个 会跟大家讲 除了见面礼以外 行情也要跟大家讲嘛 对 台子一月行情的 涨跌历史的记录 2015年全新的一年 如何在第一个月份你就要做对 这个就很重要 你的气才会顺 我跟大家讲过 你的气才会顺 2015年一月行情的涨跌记录全公开 还有第三个 如何去抓住多空转折的关键点 好 那时间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就在礼拜六在台中跟高雄跟大家分享 礼拜天1月4号在台北 我们在2015年有个新村的开运 好 那其实讲这个日期 大家可能比较没感觉 因为接下来要连放四天 对 明天晚交易日12月31号就不好了 中间就要休息 所以我特别再把这个日期排给大家看一下 你就比较会有感觉 我为什么要挑在这个时间点 跟大家送大家这个见面礼 我们要在2015年第一个交易日开盘之前 你就要准备好 对不对 一会儿应该很有道理啊 对 你要先准备好 你不是放松四天 然后一开盘 哇 晃晃晃晃的 这个才是重点 你要先准备好 对不对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来 我们请盛言师回到电视的画面 你看喔 好 我们这边请盛言师拉近一下 今天在这里 12月30号了嘛 今天礼拜日 星期二今天 那明天是12月31号 也就是说 今年盛夏 那最后一个交易日 好 在明天结束之后呢 来 我们先往下带一下 来到2015年的1月 2015年的1月了 接下来呢 1月1号放假 1月2号也是放假 所以我们挑在哪里 1月3号礼拜六 跟1月4号礼拜天 这一天1月5号就要开盘了 所以你要特别注意 我们挑在哪里 1月3号跟1月4号 为什么要挑在这个日期 我刚才跟大家讲 你要先准备好 你要先预习好 对 你要先想好 万一行情怎么变化 不管国际股市怎么变 我中间会跟大家讲很清楚 不管是往上开还是往下开 那个不重要 重要的是什么 你要先 你好一套脚本嘛 对 人家演戏都要脚本嘛 对 你要先模拟好 往上涨你要怎么做 往下跌你要怎么做 会不会开高走低 还是会开低走高 这个我们都会先帮大家准备好 所以您一定要先把自己准备好 那其实说 那很麻烦 我都帮大家想好了 所以我们会透过这个见面礼活动 跟大家来做分享 您先准备好了 您就什么 抢先别人一步 您就先赢在起跑点 我这样子讲 所以我们跟大家来聊一下 好 我们再回到电视画面 所以我们现场有开村的见面礼 跟大家大放送 还有台子1月的行情 历史的记录 跟如何抓住多空转折的关键点 三个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 所以时间地点 我们再看一次 礼拜六台中高雄 礼拜天在台北 1月3号跟1月4号 我们会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 好 那既然讲到这里 我们还是回归到今天的行情 刚才易华有讲 这行情很難走 好难做 对不对 今天压回 可是我跟大家讲 今天真的出现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您今天有看到 真的看到 我们工具出现重要的转折点 您会领先知道 您会知道明天 透过工具画面 您要怎么做 对不对 来我们先回到电视画面 好 这今天的行情 高点在9343 其实早上有出现了 先稍微拉抬一下 然后开始往下压 低点在哪里 9268 今天的最高减掉最低 相差了75点 相差75点 最高在9343 最低在9268 好 那既然这样子我们会跟大家讲 你看 涨上去的过程当中 中间有时候 该跑要先跑 这个就是重点 涨上去 有时候你要获利了结 当跌下来 当趋势一转变的时候 你顺势放空 中间也有架杀可以来做一个掌握 所以呢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透过今天工具画面 怎么跟大家 来做一个分享 我们 我们会跟大家讲得很清楚 每一个讯号 跟你讲得很清楚 你中间要怎么拿捏 怎么转折 都会跟大家来交代 来 我们回到电视画面 所以你看 找盘 短线做多 对不对 有哦 短线做多 可是冲上去 您可以知道说 诶我可以先下车 我等一下会跟大家讲 来 这个地方出现红色星星9260 然后呢 在这个地方 9313 这边 出现了一个 这个往下的一个讯号 往下的一个讯号 好 所以我们跟大家来聊一下 其实 今天工具的画面 怎么跟大家来做个呈现 来 我们先来看一下 来 我们回到这个手板的部分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的一个行情 对不对 出现什么 加码多讯号 红色的 星星 早上的8点 49分 先出现了一个 红色的星星 台指的 多单 当然短线 先做一个进场动作 好 那往上冲的时候呢 先获利了解 今天 我们在哪里 9340先出哦 15点 你看哦 今天高点在哪里 9343 哇 只差3点而已 只差3点而已 15分钟 冰柜神出 好 接下来你看哦 其实早上航行 我们直接给大家看工具 其实你就会非常的清楚 我们为什么要上给大家看一下 好 我们再请摄影师回到电视的画面 好 这个开盘的点位在哪里呢 好 这个地方 我们请摄影师把它拉近一下 好 这个点位的一个部分 今天开盘价 第一根K棒在哪里 93 23 附近哦 可能稍微小一点点 念给大家听 9320今天早上的 8点45分 往上冲高到这个相对高点 在哪里 9343 就在这个区块 所以今天早上 我们跟大家交代非常清楚 早上你的短多冲上去 你可以先做调节 我们再看一次 我们再回到手板 所以你看今天的早盘 对出现加码多讯号 当然短线先做个进场 可是冲上去 因为我们知道行情也不太对劲了 对能跑 当然能获利先赚嘛 对 15分钟冰龜神速 今天最高在哪里 9343 最高点 我们说在哪里 9340 跟他差 差点而已 短线加差先赚起来 好 那接下来后面那个跌下来这一段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帮大家探讨的重点 所以我们来复习一下 我们工具的讯号 其实是蛮完整 来我们再回到这个手板 谢谢 所以我们跟大家讲 当你看到这个讯号 蓝色向下箭头 是请你做什么 一个做空的一个讯号 所以很清楚 我们来比较一下 你透过今天工具的画面 在早盘开始下跌的时候 对你要知道说 行情已经变了 我说出现迈速讯号在哪里呢 来我们再请摄影师回到电视的画面 你看哦 我们比较一下 左边是我们工具画面 右边是一般的K线 你就知道这边出现一个什么 蓝色向下箭头 所以我才说今天的行情已经出现 转折在9313 这边出现了一个蓝色向下箭头 好 开始往下跌 跌到这里 相对的低档 欸 投票 出现一个什么 低档乖略讯号在9273 9273这边附近 你看哦 这样子就 中间有40点的空间 好 我们上下跌到 谢谢 中间有多少点的空间 40点的一个空间 可是你看一般的K线呢 欸 真的 不知道该怎么做一个掌握 所以我们其实 给大家一个观念 投资其实 有时候像操作当中 要建好就收 欸 真的 你看今天跌下来 你没有出 后面又弹上去欸 其实蛮可惜 所以我们给大家一个观念 来 我们回到手板 投资要建好就收 对不对 可是你偷工具的画面 就可以办到 如何建好就收 其实我们今天 就是教大家这件事情 当行情出现卖出讯号 我们会不会跟大家讲 当然会 这个是我们工具的价值所在 等于我也要是盘中啊 给大家看 这个就很重要 来 我们再回到手板 所以你看哦 今天的行情 我们怎么跟大家讲 工具的教学 12月30号 礼拜二 今天早上的 9点55分 我们跟大家说什么 出现 卖出讯号 对不对 是不是像这个 蓝色的一个向下箭头 出现 卖出讯号 所以 要留意风险嘛 大户着空从哪里 9300点 一路跌到 9268 下跌32点 下跌32点 好 但航行往下跌的时候呢 我们怎么跟大家讲 你看哦 跌下来出现什么 低档乖利 对 出厂技巧 我们会教你啊 目前指数在哪里 9275附近 我们有操作空单的投票 这边 获利部分调节出上 差了多少点 大概25点嘛 早上那段也有15点 加起来是不是 欸 25点的空间 低档乖利 对不对 我们再回头看一次 像这个对 卖出讯号 蓝色向下箭头 在哪里呢 来 我们现在回到 电视的一个画面 投票你看哦 这样有没有很清楚 这边出现一个什么 蓝色向下箭头 欸 那就是放空嘛 那就很清楚了 你这边就偏空思考 对 9313这边偏空思考 好 那开始往下跌 跌跌跌跌跌跌 跌到这边 出现了一个低档乖利的讯号 9273号 那我们再教大家一下 当你看到这个讯号 你手边有空单 你看到低档乖利出现了 我手边有空单 是获利的 请问一下你要做什么动手 赶快把空单获利了解嘛 这样就很简单 所以我们跟大家来讲 来 我们回到手版 所以你看 这个讯号代表什么 请你空方解码 对不对 所以我们在复习的时候 你看是不是很简单 当你看到这个讯号的时候 你就做空嘛 好 那跌下去的时候 看到这个 空方解码讯号 那当然你就顺势做个调节 动作就好 就跟这个一样 对不对 来到这边 出现什么 我们教大家今天早上的 10点16分 出现低档乖利的讯号 9275这边什么 获利了解 25点 对不对 你照着我们给你的工具的教学 25点价差 我相信你可以做掌握 加上早上那段15点 合计又40点的空间 你看今天的高一点 大概就70几点 40点是多少 其实我帮大家算一下 40点乘以200块 多少 8千块 8千块还不错 投票朋友 对我们是操作当冲 我一直跟大家强调 当冲是您最有机会 战胜法人的方法 对投票朋友 因为很多投票朋友 不敢留仓啊 那怎么办 那我们就从什么 我们做得到的 对您做得到 我们一起来协助大家 做一个操作 所以今天行情其实蛮清楚 您如何透过工序 而且我刚才跟大家讲 这一波行情 连续这样上涨 今天出现了关键的转折点 对不对 出现了卖数讯号 那明天行情您就要特别留意哦 你要特别小心 没有出现卖数讯号之前 行情开始偏弱了 对可是你怎么知道哪里 诶 我要出手 哪里我要偏空思考 我不知道啊 可是如果你有工序 就会非常的清楚 所以我们给大家一个观念 来我们随时回到手板 我们跟大家说 时间不会重来 行情你要把握 时间不会重来 行情你要把握 时间跟行情一样 像这个沙漏一样 对不对 我相信大家有玩过沙漏 你把沙漏留完了 他就不会 再回来了 对不对 就跟今天行情一样 你说啊 收盘都 啊 我哪里在楼 不知道啊 对不对 可是如果你有工序的画面 你真的在早上 9点55分 9点50分 你就知道了 行情不妙了 对不对 今天的行情开始什么 出现转折 对不对 这个就是有工具跟没工具的差别 所以我们再看一次哦 来 我们甚至回到电视的画面 你看哦 这边出现什么 賣出讯号 9 3 1 3 往下杀 低檔瓜里 这边 其实今天最重要的是哪一段 这一段 您顺势做一个回补的动作 就可以了 对不对 9 2 7 3 然后这边 9 3 1 3 这一段您可以 顺势做一个操作就OK了 可是你看一般的K线 哇 你真的不知道 而且很有可能投票 来 我们这边请设计师拉近一下 很多的人今天会空在地板上 问老师为什么 因为你看哦 连续跌了这么多根黑K棒 哇 看起来航行好恐怖哦 然后你就空在设计 哇 后面整个弹上去 可是投票 当跌到 相对今天的低点 我们告诉大家什么 来我们进去往左边带 我们告诉大家什么 出现了一个 低檔瓜里的讯号 对 后面是反弹 反弹上去投票 所以高低檔能不能抓到 可以啊 对不对 今天几乎快要最低点 我不会跟大家说 你一定补在最低点 可是相对低檔可不可以 可以啊 你一定知道说哪边是什么 转折点哪边是空点 哪边是回补点 工具 非常清楚的 都告诉大家 所以我跟大家来聊一下 你会觉得说 最近行情 一样就拍手 可是我之前 礼拜六的时候 我记得礼拜六我们台股独家开盘 我有跟大家聊过 那天的量 不到四百亿 三百多亿 可是你想一下哦 那天你想一下 以前说一千多亿的量 比较好做 一千亿的量 请问你有赚到钱吗 没有 三百亿的量 请问你有赚到钱吗 也没有 你会觉得很奇怪 你会觉得很怪啊 所以我才跟大家讲 成交量 不是 您能不能获利的关键 你说我倒是对 好像有套理 对一千亿也没有赚到钱啊 三百亿也没有赚到钱啊 那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答案出来对 您缺少什么工具嘛 你就知道说哪边 讯号变化了 你才知道要动作 所以我们给大家一个观念 来我们回到手版 所以我们跟大家讲 消极的人失败后 选择从此放弃 可是成功的人 失败后 会选择重新来过 所以朋友 这个就是重点 如何你再重新打开这一扇 成功的大门 对不对 我相信您都是积极的 您是想要成功的 为什么 不然你现在就困倒了嘛 对 你现在就睡无觉了 现在四点多刚好嘛 你就睡无觉了 你就不会再看节目了 可是呢 如果你现在看节目 代表您非常认真 既然您很认真 文威老师要回馈给大家 我们再跟大家来聊一次 我们2015年 新春 要给大家什么东西 来 我们再请摄影师回到电视画面 所以我们跟大家说什么 现场 我们有开春的见面礼 跟大家大放送 我们不会小气啦 你来 我们会跟大家讲很多的好康的 跟大家来做一个大放送的状况 那中间1月份的航行怎么看 如何抓住多空的转折点 我们都会跟大家聊得很清楚 那详细的资讯 其实我们广告里面 会跟大家讲得很清楚 你都可以来注意一下 所以接下来 你来看 除了今天的航行 你看昨天的航行 能不能够帮助大家 我们就一天一天的给你验证 我讲的是真的 我们一天一天来看 我相信 你如果认同 温老师的理念 欢迎大家来做恰讯 真的能够 帮助你 我们真的不希望看到投票每天都赔钱 我们真的看得蛮难过的 真的 不管是 涨的航行还是敌的航行 其实温老师有时候都不太开心 你真的很多受善感 不是啊 我们才跟大家讲 我们不希望你赔钱 没有人希望你赔钱 可是要怎么帮你 这个就是重点 你看昨天的航行 我们现在回到电视画面 你看哦 昨天的航行这边出现一个什么讯号 加码多的讯号 红色的一个星星 这边请你加码多 对这边请你加码多多 好 来我们回到手版 这个讯号代表什么 红色的星星代表什么 请你多方加码 请你多方加码 为什么昨天会涨 答案就出来了 就非常非常的清楚 来我们再回到电视画面 你看是不是像这样子 加码多的讯号出现 一路往上涨 当你涨到看到高档过来讯号 9328中间 你看已经涨了 68点的一个空间 对最重要这一段 你把它掌握下来 不就好了吗 而且我们常常会跟大家讲 我们盘中 真的其实我们最重要的 跟别人不一样 我这样子讲齁 跟别人不一样地方在哪里 第一个我们工具会加码 有加码讯号 第二个 温柔老师盘中 陪你看盘 我们盘中非常非常的认真 真的希望能够帮助大家 来所以我们回到手板 你看这昨天我们跟大家报告了 昨天12月29号礼拜一 早上9点14分 我们跟大家说什么工具的教学 出现加码多的讯号 对那当然行情就是偏多来看嘛 从9260上涨到哪里 9328上涨来68点 所以我们跟大家讲 这么简单的东西 您为什么不用呢 投票 您想一下齁 这么简单的东西 您为什么不用呢 对不对 你偷工具的画面 其实起货操作没有您想象中的那么复杂 有没有很简单呢 我们再看一次 来我们现在回到电视画面 对不对 是不是像这样子 加码多的讯号 真的往上涨 后面的行情 其实你也不需要再做操作 你只要这一段 掌握住就可以了嘛 这个是礼拜一的行情 来你再看 上个礼拜六 很多投票有说 阿丁礼拜六五行情 对三百多亿的量 你自己看 三次加码多讯号 能不能够双造利润跟价差 你看喔 好我们稍微往下带一点点 这边对不对 加码多一次 两次 三次 中间的价差 十八十四十五 尾盘拉最高 收最高 九二五六 所以你看了 三百多月的量能不能赚 可以 对 你空具的讯号就会告诉你 所以非常的清楚 你看喔 所以礼拜六我们怎么跟大家来聊 好我们再回到手版 谢谢 所以你看 这个是 礼拜六 十二月二十七号 礼拜六 早上 八点五十六分 我们跟大家说什么 指标站在多方 多方控盘 是不是拉尾盘 礼拜六 你还记得吗 拉到哪里 九二五六 拉尾盘 所以我们跟大家讲 如果明天 会比今天更好 那您为何 不改变 你想一下 你改变一下 你前几天都改变 你今天 真的啊 你会知道行情的转折点 出现了 你就可以掌握 所以我们再看一下 其实行情很多 我们就尽量跟大家讲 我们时间有限 来 我们再回到电视的画面 你看喔 这上礼拜 工具的讯号 有啊 加码多讯号 然后重点在这一段 对不对 连续出现了 三次加码多讯号 一次 两次 三次 中间你看加差多少点 都有二三十年期掉 又是收最高 好朋友 好我们稍微往上带一下 这个十二月二十六号 上礼拜又是收最高 那我们 有没有先跟大家讲 这个就是重点 来我们再行 甚至回到手板 你看喔 上个礼拜五 对不对 是不是都先跟大家讲在前面 十二二十六号 早上九点零五分 指标站在多方 后面呢 还是什么 上涨 开盘就跟他说出现在多方 所以我们跟大家聊 投资要找到最佳的出手点 就跟你射飞标一样 对我们要进广告 射飞标一样 你要正中 红星 那什么正中红星呢 来教大家一个最快速的方法 好我们再回到电视画面 就是我们2015年新春开运的一个见面礼 跟大家大放送 那在什么地方呢 就在礼拜六礼拜天 我们北中南跟大家相见欢迎 欢迎大家来做一下询 至于在这个明天怎么来期待呢 稍后还有更多当中的技巧 要教会你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退机餐然后饮料可乐 不要换选命啊 这个顺带 顺带 停 来 我来帮大家订餐吧 欢乐送网路订餐 一直搞定 欢迎到的欢乐送 耶 还有海陆大三拼 三种美味一盘搞定哦 整个程序 都在注释着我的MX Mini 不只迷人 还能换镜头 画质超棒 拍夜景也清晰 只要加个眼 快门也听我的 我的自拍口袋为单 Samsung NX Mini 有要吃麦当劳吗 我要当麦克餐 我要进到鸡腿跑餐 饮料换红茶 我要红茶换可乐 所以我一定要感觉很奇怪 快睡机餐然后饮料可乐 不要换选命啊 来 我来帮大家订餐吧 欢乐送网路订餐 一直搞定 欢迎到的欢乐送 耶 还有海陆大三拼 三种美味一盘搞定哦 跨年奇幻首选 邪恶势力步步逼近 掌握命运正面迎战 12月31 第七传人 哎哟 燕麦 香味稳得到 哎哟 大力燕麦看得到 哎哟 健康燕麦吃得到 哎哟 不换整理大燕麦 哎哟 展示鲜味好功夫 哎哟 促进肠胃好健康 哎哟 太快叫低胆固穿 哎哟 燕麦煮你快快到 哎哟 燕麦煮怎麼這麼好吃 哇 其貨行情第一手掌握 運用工具抓住前朝 1月3號台中高雄 1月4號台北 趨勢精英家族與您有約 02 2506 6808 2506 6808 2506 6808 歡迎來到谷海大人家 今天最新籌碼面的變化呢 我們請文言人幫我們掌握一下 好 跟大家講一下 其實今天籌碼的一個變化 大家覺得說 外資生存滿賊的 要跌的時候他就先跑 對 那他就不會跟你講 可是文言老師我們先跟你講 我們都會先什麼 在盤中 投票這個才是重點 你看盤後的資料 對你來說幫助不大 我們盤中要跟你講 中間有轉折 這個才是重點 來 我們請攝影師回到手板 所以我們來跟大家講一下 今天的一個外資偏空操作 他先腳底抹油 先落跑 跑了三千四百八口 進多單還有一萬口 一萬零八百七十三口 好 那我們看現貨 今天的一個外資現貨原則上 還是小買 可是本土法人的自營商 已經在小賣 三大法人合計 買超十二點八億 好 那我們跟大家講 明天是二零一四年 最後一個交易了 我相信波動會有 對 投票你一定要掌握 對 一定要掌握 為什麼 因為我剛剛已經跟大家講 工具訊號已經變了 既然變了 那代表什麼趨勢 是已經轉折了 那你一定要運用訊號 你才能知道怎麼做操作 所以 如果你真的想知道 來 一樣我們跟大家講 2015年的 我們的很好的一個活動 跟大家做分享 來 我們現在是回到電視畫面 所以2015年 我們一個新村開運的活動 我們現場 有開村的見面禮 跟大家來做個大放鬆 一月份的行情怎麼看 都會跟大家聊 還有 如何去抓住 多空的轉折點 都跟大家來講 所以呢 就在 禮拜六 禮拜天 台中 高雄 台北 跟大家來做個新村開運 好 那我們看一下 今天在哪裡 12月30號 今天12月30號 明天剩最後一個交易日 接下來放假 對不對 1月1號放假 1月2號放假 3號跟4號 就是我們要跟大家 新村開運的時間了 所以您真的有興趣的 我們的開運禮物 你有興趣的 歡迎您來做個洽訊 就是 怎麼講 我昨天跟大家講 你有沒有換過發財金 有啊 對不對 意思是一樣的 相信對你 2015年一開半 開村 你的氣就要順嘛 對你才有幫助 所以我們再回到 今天行情 我們再看一次 其實今天最重要是什麼 關鍵那個轉折點 我們要先跟大家講 來 我們再回到電視畫面 對不對 像今天 賣出訊號出現 93130 你這邊知道說 啊 我趕快 行情變化囉 殺下去 對 40點的空間 那我們有沒有先跟大家聊 這個就很重要 來 我們再回到首版 所以你看 今天的行情 早上的 9點55分 我們跟大家說什麼 出現賣出訊號 行情開始轉折 然後往下跌 25點的空間 低檔乖離 您也可以順勢做一個 回補的動作 所以接下來的行情 您不要想太多 透過工具的畫面 以及我們這一次 新村的活動 都會幫助大家 歡迎大家 來做下選擇 好 今天過來 當然大家感謝 收看我們明天同一時間 再會了 拜拜 我們下次見